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Skots的Kina Baru II 大家好 今天終於可以介紹一款 Selomon以外的行山鞋 就是Skots的Kina Baru II 這款鞋其實一直都想出開箱片 無奈網上的評論實在太少 唯有靠我自己這幾個星期不停再去行山和出街 認真感受一下它的感覺和給予容後感大家 而這個鞋款的確是相當吸引的 個人覺得它會比較近似波鞋 非常之容易搭出街 而性能方面絕對稱得上一對稱職的行山鞋 我們現在就慢慢解構一下它的設計 鞋面方面要注意它並不是Gottes 即是它不防水 但是透氣度相當高 我穿過來出過幾時街 走過幾時山 都發現完全不焗腳 有一次穿去行大公山 那是比較大霧 就濕了腳 但是它都非常快光 和完全沒有暴露的感覺 而去到中底方面 它就用了Connective Foam 是一種極度輕伸 而回彈力又好的中底 比傳統我們用的EVA中底 它會高14%的回彈力 令我們走起來更加快 和更加省力 鞋身方面它是屬於偏遠一點 保護性相對沒有那麼強 但是非常輕身和舒服 另外這雙鞋的鞋頭位是偏闊的 如果一些山友對前掌會比較闊 這雙鞋的鞋就會適合你 去到大底也是最多人關心的一個地方 就是Scott已經沒有再和Vibrant黃金大底合作 開始用紙家研發的大底 看回知道 原來它這款大底 是找了一間在歐洲相當出名的大學 莫尼克工業大學一起設計 由這間大學的Sport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Department Head Professor Vian Senna 和一班研究人員共同研發 他們從2015年開始研發 到現在就出了五款大底 有些大底比較適合行山路 有些比較適合行石屎路 而Kinabalui這款大底叫做Versatile Treasure 是一款適合混合地形的大底 適合香港的山 有時要行石屎路 有時要行山路 這種混合地形 講到這裏相信很多人都很好奇 究竟現在它自己出的大底 找到如何性能點 馬上帶大家出去試鞋 首先我穿了Kinabalui 走過馬江山 一條有名在石屎梯級的路線 由於這雙鞋本身都夠輕 所以走下去對雙腳的負擔都不大 而在馬江山下山的時候 我們就要不停下石屎梯級 你就可以感覺到這雙鞋的鞋底厚度 非常足夠 Cushioning 做得很好 來到行雷打石 主要想試一試這雙鞋的抓地力 所以就選了一個急斜位上山 而Kinabalui 行急斜的光頭路或沙石路都完全沒有問題 抓地力相當強 加上鞋底也挺遠 所以也挺絕地的 回來了 總會議這雙鞋不算是一雙很便宜的行山鞋 但無論是性能 外形 甚至是舒適度 都非常之好 這雙鞋原價就賣1290 如果你在12月31日之前上來買鞋的話 就會有黃金會原價998元 有興趣的朋友快上來試鞋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手 comment like和share 以及按下下面的小鈴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